那今天这个时代 每一个朝代不一样吗 现在这个时代是太麻烦了 人的思想 违背了能力道德因果 人的价值观 变了 现在你要去问问 这些年轻人 你问他 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 他会告诉你一个字 钱最重要 在中国故事后不是 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 孝最重要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 容忠耀祖 光大门门 他这么个家都管 我要在社会上多做好事 让我的祖宗 有面子 让大家赞叹我的祖宗 这个一家了 出了这么一个好的后代 那他不一样 现在要钱 连父母都可以不要 这成什么话 所以社会都完了 一切都向前看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社会 在古今中外历史的 找不到的 如果出现这种 这种社会 大概 凡是这种社会出现 那就是一个警告 是什么呢 世界快要毁灭了 那就是如此 但是我来到这种社会 一切都在这种社会 有一种社会